5月12日,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元朗区议会会议 他在场重申,任何人犯法都不会有特权 警察会不偏不倚,无畏无据去拘捕犯法的人 邓炳强表示,自2019年6月至今,元朗区有60组交通灯被破坏 港铁天水围站、朗平站和元朗站多次被破坏 而18个青铁站被破坏了54次,被纵火14次 闭路电视、售票机、八道通机和扶手电梯等多项设施 被破坏到无法使用,给伤残人士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甚至构成危险,他曾暴徒完全网过可能影致的严重人命伤亡 在过去多个月,元朗区也都致死有10宗区内的市民或者途人 因为政见不同,或者用手机去拍摄示威的场面 或者移来一些堵路的障碍物,而被一些黑衣的暴徒 以黑漆贫眠,不停拳打脚的和围毓的案件 此外,区内不同的商铺和政府设施 合共是被破坏了超过100次 而元朗和天水为警署包括被市民使用的报案室 邓炳强在场呼吁,希望元朗区的议员能和市民一起谴责破坏香港的暴徒 他表示,近期有一些立法会及区议会议员在暴动中被捕 警方不会有所顾惜,会依法拘捕这些煽动青少年违法的议员 当日有市民团体在元朗政府和署外,集会称警 欢迎邓炳强到访元朗区议会,并出席会议交流 高呼止暴致乱,感谢警方恢复社会安宁等口号 与此决策,严正執法 多谢一国 守护香港 守护香港 守护香港